想出国观光吗?我们都想,但能去哪里呢? 台湾目前出国旅行组团的限制还在继续延长 但一些国家已经等不及了开放他们的边境大门 特别是欧洲国家从6月15号很多都已经开放了 当然这里面还是有部分的限制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像希腊或者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国家 开放的名单倒是非常广 像蒙特尼哥罗这个国家一口气开放了130个国家的旅客 但我们查了一下这里面并没有台湾在内 希望不是因为政治理由 当然这些国家开放有他们自己的准备措施 旅客的心理又如何呢?你敢去吗? 我们看看欧洲的情况 英国在15号允许非必要商业营业 民众开始报复些消费 为了抢着金门买东西 虽然住家令期间民众还是可以上网购物 但到百货公司卖场 有真人走动帮你服务 感觉就是不一样 对 家里出门 看到大家 今天大家都很帮助 你能看到他们很失望 因为大家都很帮助 但它很棒 而在法国民众恢复到咖啡厅喝咖啡聊是非的日常生活 法国知名地标艾菲尔铁塔因为疫情关闭三个多月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长的关闭期 现在确定将在6月25日重新开放 社票口前已经画好社交距离的格子 规定游客入内必须戴口罩 而且不能搭电梯 爱菲尔铁塔总高度324公尺 楼梯只到第二层 大约是173公尺 几乎是60层楼的高度 游客只能爬楼梯 还真的是铁力大考验 为在地中海的西班牙马略卡岛 有着清澈的湛岚海水 是著名的度假胜地 终于迎来十个三个月的第一个航班 180名德国旅客挤爆了飞机 旅客们拿着健康证明文件 通过体温侦测仪器 经过长期的封城居家令 大家都闷坏了 西班牙从6月15日到7月1日 以马略卡岛 梅诺卡岛和伊比萨岛 接待上位名来自德国的旅客 进行旅游业重新开放的试点暖身 旅客入境后不必隔离 但要求停留时间不得少于5个晚上 入境时得接受体温测试 并且留下在西班牙旗舰的住址 但因为观光客有限 还是有很多商店选择不营业 减少开支 德国观光客来到小岛 好沙 好水 好无聊 能坐的就是在海边 躺着晒晒日光浴 或是牵手散散步 西班牙安大陆西亚太阳海岸 有个特殊的创意 那就是在沙滩上画格子 民众得上特定的App 预约特定的时间和海天空间 另一处海滩也采取了 类似的画格子措施 每天最多2300名旅客 不到往年夏天人数的75% 更有一座海滩利用无人机 来追踪人流 虽然欧洲各国从6月15日起 开始部分松绑欧盟境内边界管制 欧盟也建议从7月开始 对分深耕国家开放边境 迎接夏天的旅游季 不过不同国家仍有各自的对策 观光立国的希腊 对英国和土耳其外的其他欧盟国家开放 只是旅客入境得随机接受病毒快筛 而若来自高风险国家 通通得接受病毒检测 知名观光圣地 爱琴海的盛突里离岛 目前出了零星的本国观光客 仍然不见外国游客身影 毕竟希腊学宣布开放部分外国观光 但管控仍然很严格 对旅客来讲 多个家还要被筛减 感受差鼻孔的痛楚实在很麻烦 希腊总理尼租塔斯基 特别到圣多里领导参观 安抚当地的业者 安全和经济如何取舍 一直是疫情爆发以来 各国政府的头痛问题 德国在开放边境之后 17日单日确诊暴增1797例 但是北莱茵的一间肉品加工厂 只有600多人感染 推估跟旅游禁令解除有关 德国政府赶紧宣布 封闭区内学校和托儿所 第二波疫情蠢蠢欲动 怎么样安全地解封国境 成了新阶段的考验与挑战 欧洲一些国家已经有限度地开放观光 法国总统马克宏就在6月18号 趁着纪念二战活动之变 特别分了一趟英国伦敦 当然他搭乘的是专机 而且英国政府特别给他豁免 不要14天的隔离 你看他 他跟英国首相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还是刻意地展示社交距离 同时也没有握手 真是出国外交 但不忘防疫工作的重要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事件 我们下回再会